在此时此刻当下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永久性的例外状态 欢迎收听例外状态 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 用理论对状态生活 进行一场思念的反思 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例外状态节目 我是主播鬼节子 然后这一期我们还是跟A6一起来聊一聊 他比较有研究的 比较关注的 巴特勒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想来谈一下巴特勒 性别麻烦这本书 因为真的trouble是巴特勒 基本上来说是最有名的一本书 而且影响力非常大 跟我们之前讨论的福克这个现实 也是有一些紧密的关联 那我想问问这个A6 你最初是怎么开始接触巴特勒的呢 我最开始接触巴特勒还是挺偶然的 因为我们那个专业开了一门课叫哲学概论 然后那个老师当时要求我们每个人要做一个presentation 是关于理论的或者说跟你不要感兴趣的话题 你用理论去对它进行一个阐释 然后我当时恰好在读李银河的一些书和文章 我就有一次就看到讲到了困理论 然后就提到了巴特勒的观点 之后我就觉得挺感兴趣的 然后那次presentation的题目也是困理论 对 这挺神奇的 你说你是在大一的时候 对 而且呢你这个还有个有趣的经历 就是大一的时候就上了一门这个性别研究的课 记得大一的时候 我那个观光课的英语老师 他博士是做的性别学 然后他上课会跟我们讲一些社会学 然后性别学的东西 所以我也是从他的口里面才知道 什么不说 哦 懂得懂 对 好然后我最开始就读巴特勒的 《性别麻烦》这本书 实际上我当时是不知道这本书的一个难度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理论储备 然后就开始读这本书 那是一段特别就是艰辛的历史 读的特别科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着迷于就是库尔尼论 或者说就是性别学的东西 对 所以说那支撑我就一直读下去 没错 我现在去看我当时读的 它是一本那个影印版打印下来的一本书 上面全部都是狗狗画画和笔记的内容 就是一些加强的东西 哎这本书很难我觉得 对对我之前自己读过一遍 没太读明白 当然我现在在就是有就是 读过一些女文之后再去看这本书的话 就是又虽然说还不能说什么完全读多 但是就有一些更深的体会了 嗯对 那你想不想讲讲你当初读这本书 想要解决一些这种问题 当时就是一种比较盲目的状态吧 就是为了读而读 所以说问题意识还不是很强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想必大家都知道 就巴特勒就性别麻烦症的书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嗯 所以说它主要是就是考察 批判性的考察了一些女性主义的一个 对 以及性别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有必要首先 先简要的介绍一下 女性主义的一个发展脉络 首先我们知道 就女性主义这个词 它实际上是对应着 feminism这个词 嗯哼 在词原学的角度上面来讲 而在中国 对feminism一词的翻译有两个 第一个是女性主义 第二个是女权主义 虽然说我们可能会 给她们赋予一些什么差异 比如说认为女权主义是 更多的跟实际的运动相关 然后女性主义更多的是 理论角度是比较温和的 但它们两个词 都是对应着feminism这个词的 嗯哼 那么女性主义运动呢 总的来说有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在1840到1925年 而第一次浪潮就是最初女性主义运动 它实际上它的出发点是比较实际的 它有一个明确的现实诉求 那就是它想要争取和男性相同的一些政治权利 比如说参政的权利 受教育的权利 还有参与工作的权利 那么它就是随着第一次浪潮运动发展 就它在新西南 芬兰的一些国家就取得了一些成就 紧接着是第二次浪潮运动是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第二次浪潮运动实际上是对第一次浪潮运动进行了一个反思 就是它发现虽然说第一次浪潮运动就取得了一些平等 但是这种平等它还是没有涉及到就是一个根源问题 它是一种表面上的平等 那么就是第二次浪潮运动 他们将这种实际上的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归结为什么呢 归结为男性中心主义以及一种富全值的文化 因此他们就要求各种公共领域要向女性 进行一个不断的开放 这个时候的女性组织和女性研究也多了起来 然后主要的一些理论家 像沃夫阿呀 然后弗尼丹 明尼特等等 第一次浪潮运动和第二次浪潮运动 他们都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 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是女性作为一个个体的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 以及一些应有的权利 我们能看到这两次就是运动的自由主义的这个色彩是挺严重的 就因为我会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 比如说第一次浪潮是1840年之后 对吧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我发现他是离法国大流英基本上不到50年 在那个时候呢 男性是作为一个政治的主体被赋予权利了 但是女性似乎没有 那因此呢 其实依照着这样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这个国际 女性是也应当被赋予犯了权利 对吧 但是这样的国际似乎你看到发展再到二世纪 就比如说在一百年之后吧 再走到一百年之后 就到了二世纪这个六七十年代 大家更多就发现 似乎你即便上在政治上面赋予了 比如参政啊 教育啊 就业这样的权利 但实际上呢 好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对吧 比如说 那个时候大家会发现有什么问题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比如说同工不同酬 就是虽然说女性她也一样的 就是有参加工作的权利 但是男性劳工和女性劳工 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是相同的公司 但是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不一样的 对对 包括呢 就是即便女性有受教育的权利 但实际上呢 教育 就获取这个文化资本 更多的可能并不是 能够让她成为一个在学术上 比较有成就的人 相反的可能是 目的是为了去回归家庭 对 找一个好的老公 成为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一个过程 没错 然后呢 就是我记得前段时间 在哲学社好像看到了一篇文章 他就讲就是说 应该也不是哲学社吧 应该其他的地方 就是谈这个牛津的 就二战时期 牛津的女哲学家 就是是怎么出现的 其实呢 就是那些 这个哲学家们说 主要原因是以为二战的时候 怎么男人都去打仗了 好 我们那些 就以前那个学院里面 占主导地位 这个男性都没了 不见了 走了 打仗去了 然后才留下了 我们这些女哲学家 来发声 这是一个 也能印证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即便是都是哲学家 都是在学院里面工作 但实际上呢 主要的声音还是男性的 尤其像分析哲学 这种就是 他就说嘛 这些人 几乎谁都不服谁 就是以博导对方为乐趣 对 那 即便 我们紧接着看 这个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 发生的时间都很接近 都是二十七六七十年代 但是呢 第三波 他的整体的理论倾向 和第二波就发生了 很大的转变 对 具体来说 第三次浪潮运动 他有三个经路 第一个就是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也就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的 但是他们 他们更多的是发现到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的一个性别盲点 因为之前 马克思的理论 他会将一切问题 都化约成阶级问题 对 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 则认为 性别问题应该作为一个 独立的问题被提出来 他应该受到应有的关注 比如说他们会关注 就是有仇劳动和无仇劳动的问题 就是妇女他在家庭领域中的劳动 他能够算作是一种劳动吗 因为相对于马克思对 后期在资格论中对劳动的界定 劳动它是一种社会性的 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 可是妇女在家庭领域中的劳动 对 他实际上 他是供家庭的一个自给自足 他是服务一种人的在生产 而不是一种社会的生产 没错 但是我们就应当认为 这种劳动它是没有用的吗 它是没有价值的吗 不会啊 因为你如果没有家庭当中的在生产 你的这个生产也无法延续了 对 所以说这也就是 像以前赫子在 对 在富权制与资本主义 艺术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家庭它实际上 是作为市场的一个外部 它是市场的一个前提 市场得以顺畅运作的一个前提 而富权制它的资本主义 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共谋 他们共同压迫女性 比如说 比如像它会生产出一系列的话语 比如说它会说什么 母 它会将女性的劳动称作是母爱的劳动 以此它在女性和家庭领域之中 人为的建立一种扭带 让女性困忧在家庭领域之中 对 而且将女性的这种劳动 夸耀成这种无私奉献的劳动 以此就是不去计较 不去计较女性 它实际的一个付出程度 就是基本上是忽略了 女性的这个劳动的价值 对 然后第二条进入就是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吗 这个最开始是反思了生育的问题 就是女性它难道 仅仅是生育的机器吗 所以说这里就提出了一种 就是不服 不不仅仅是服从于生育的一种性自由的解放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还关注到一些暴力问题 比如说最直接可见的就是在有在家庭的一种 由于男女地位的一个不平等 男性对女性施加的一种暴力 对 然后还有 当然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一种结构性的 比较隐性 更为隐蔽的一种暴力 就结构性的对女性施加的一种压迫 下一条进入就是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 连结在一起的一种女性主义 这种女性主义实际上也和巴特勒本人是做的 比较接近的 简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持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 他们会认为这种本质是社会建构起来的 而正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个结合 所以也将女性主义的一个探讨范围 就是拖得更宽了 比如说将性别与种族阶级后殖民等角度相结合 就认为性别的问题应该放到一个更宽的是一种 一个交叉 综合的是一种进行探讨 就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就是 黑人女性的处境和白人的女性的处境 难道是一样的吗 嗯 这个是不能同日而语 是 是 就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争论 就是说关于在家庭当中 还是外出劳动的外出工作的权利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白人女性主义者 他们要因为争取出去工作的权利 那是好像是因为有一个 就是在此之前是有一个回归家庭的 一个整个的国家的政策 模范家庭 模范家庭 但黑人就在这黑人女性至少在这他就有不同的诉求 因为黑人说你们白人女性在家庭里面没有出去工作 但是我们他们一直在外卖工作 我们还不想工作呢 是吧 对 然后我们在这也能看到整个第三世子浪潮 然后他的这个理论基础呢 就从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思潮呢 就有一个左转的倾向 那不管是像社会主义还是激进的 和后现代主义外 基本上他都和当时的整个世界性的这个理论的思潮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比如说在四五十年代是结构主义 然后到六十年代之后有一个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转向 甚至是比如说在美国 这三次浪潮主要是以美国为讨论的基础吧 还是全世界性的 全世界性的 对美国和欧洲 对如果是欧美的话 对那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 在这个时候就是女性主义的这个理论的这个更新和发展呢 是要早于在学院当中的这个文学理论的这个介入 就是因为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还是肯定是女性主义的运动嘛 对吧 这个这个女性主义运动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 呃在美国的这个学术圈呢 才是整个后后现代的理论才才进入 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似乎这个女性主义的理论的更新 是要早于这个文学理论 在六十年代的发展 因为如果六十年代可能还是文学理论还是新批评的 哦对吧 对那那我们再接着看巴特勒 这点关注的点 那么巴特勒他实际上是密切密切关注到女性主义的一个思潮 还有一个运动的发展 他但是他是与她们保持一种距离的 他不是过度的认同 或者说持一种女性主义的逆场 而也正是在这种批判性的审视之下 他就使得性别问题 释放出了更多的多元可能性 比如说他被视为是库尔理论的一个开创者 嗯 然后同时也为库尔政治提供了一套可能的出路 嗯 这个接下来我们会具体来看 对 那那你觉得像巴特勒对于女性主义 他是提出了一个怎样的问题呢 哦 这里首先应该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 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之间的一个关系 嗯哼 就我们知道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前 性别它不是一个问题 性别它之所以被问题化 是因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提出 嗯哼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女性主义 它的一个总的指挥就是 女性它是受压迫的一个阶层 嗯 它是需要被解放的 对 所以你有一个基础问题 那就是什么是女性 谁才是女性 嗯 所以说性别理论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 还有基础问题 然后总的来说就是 就是关于对性别理论的探讨无外乎就是两种 就可能会把性别理论就分为两种 将性别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生理性别sex 第二种是社会性别gender 对 但是巴特勒 我记得你提前一段时间 就是巴特勒他是很反对这种区分的 嗯哼 而且他认为生理性别 他实际上是被见过为自然的 一种社会性别的话语 嗯哼 接着他又他又论证了 社会性别他实际上是一个被研 严密控制的一个物质化的过程 一个性别操影的过程 而非一种本质的身份 嗯 对 我们这样能看到巴特勒提出的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尖锐的 就是因为就是通常来讲 就是即便我们在这个学术界 就我们也会去区分sex and gender 我们会假定sex就是胜利性别 就是那就是你出生是怎样就是怎样 但是呢gender是可以去选择的 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还讲 包括我在加拿大上学 就我们语言学里面 可能不太看到这个女性主义理论 但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也会去区分 就是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gender 而不是sex 这个老师也会讲对吧 那巴特勒可能他看到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你尽管说gender就是会建构的 sex好像是自然形成的 但一定是这样子嘛 对吧 巴特勒就好问你 那sex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巴特勒就认为实际上 身体性别它不是自然的 它是被建构为自然的 嗯哼 而且就是虽然说你区分了身体性别和受益性别 就你使得性别具有了一种流动性 但实际上你这种还是一种 异性念文化秩序下的一种思维 嗯的一种反应 没错 好我们了解了就是巴特勒很女性主义理论 的一个大概关系之后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性别麻烦这本书 首先这本书它是有三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是从行而上学 也就是性别本体论的角度来讲的 然后这里巴特勒他提出了一个 比较吸引的关系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 社会性别 性别社会建构论 与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的问题 然后第二章是巴特勒 与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一个对话 然后比较有原创性的观点就是 提出了一种原初的同性情欲竞技 还有抑郁的异性恋结构 最后一张巴特勒用比较小的篇幅 讲到了他所提供的一种政治实践的可能出路 也就是性别草原理论 和性别西方的一种政治策略 那你能不能再稍微讲一下他这三个部分 都处理了一些怎样的问题 就感觉还是挺明显 对 而且这个也比较复杂 因为他涉及到许多理论 好那我们首先来讲 你先概括的讲一下 这三个他都处理了什么问题 首先就是第一章 第一章不就是 第一章巴特他考察了 就是性别的社会建构论 然后几次他认为就是身体性别 和社会性别这种区分是存疑的 因为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 身体性别它实际上也是文化建构的 它不是一种自然的 也不是一种实在的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第一章主要是想去解决 这个我们之前对于这个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的一个划分 一个认为是自然的 一个认为是文化的或者社会的 相反他要把这个文化继续推进 推到这个生理性别 也就是说生理性别 实际上也是文化建构的 对吧 嗯 然后呢这种文化呢 实际上呢是 基于一种异性年的文化深探机制 是 那这就紧接着是他下面要解决的问题 对接着第二章就 他考察了精神分析理论 然后比如说还考察了 像结构主义人的学家 那个那位斯拉斯的交换女人的那个理论 就是因为他交换女人 是以一种禁制叙事 也就是那种经济为前提的 然后这种禁制叙事在精神分析中 他也有所体现 嗯 然后巴特勒就运用福克的权力 运作的狂展的这个视野 考察了这种禁制叙事 对 然后以及发现就是 就是发现精神分析学者 比如像拉康的人 他们实际上是一种 有一种潜在的 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 嗯 因此他提出一种 提出一种细访的观点 也就是 就标记有原创性的就是 原初同性情与经济 以及 因为拉康认为就是 同性恋它的生产 它实际上是一个忧郁的过程 嗯 但是巴特勒 他颠覆了这一观点 他 他假设原初的情欲 实际上是同性的 因此异性恋 它的生产是一个忧郁的过程 嗯 所以他在这一张想解决的主要问题呢 就是说要去攻击 这个异性恋的这么一个文化的生产机制的一个 呃 的 不 ungrande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 就是 的 的无基础性 对吧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是 然后第三章就是 他首先是考察一些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 比如说像克里斯蒂娃 他提出了一些抵抗方式 他提出了符号语 就相对于上阵阶 嗯 符号语是比较流动的 然后海菲尔比如说考察了 就 伊利格瑞提出的抵抗方式 就是阴性书写嘛 强调一种不同于 男性的书写方式 阴性书写 对 但是巴特勒认为这些 抵抗方式 他们实际上是在权力 外部进行抵抗 但是这种方式 就金福克已经说明过 就是权力之外的抵抗方式是 无效的 只能从权力的内部进行颠覆 因此巴特勒就借用了 奥斯丁和德尼达的理论 然后发展出了他自己的性别 操应理论 这种性别操应理论是 从权力内部出发进行抵抗 嗯 而性别操应理论 也是巴特勒所 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理论 没错 嗯 好呀 那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个 第一部分来开始探起 好 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白 第一部分不是讲 性别的社会建构论 与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吗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 就是社会建构论者 他们的一个观点 嗯哼 就他们反驳了一种 生理命连论 然后区分了生理性别 和社会性别 他们认为那个 社会性别是后天的 身体性别是先天的 嗯哼 因此社会性别是不同于 身体性别的 对 而只有你 也正是这种区分 成了巴特勒 反驳他们的一个点 就巴特勒说 既然你认为 社会性别 它是不同于身体性别的 它是后天形成的 嗯 可是社会性别 为什么在你们眼中 它也是男女要分的 嗯 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 男女二分之外的 其他的可能性 嗯 没错 巴特勒将这种原因 就 归结为是一种 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 实际上已经由来已久 就像西方传统型 而上学的一种 二元对立的 框架 对 由此它继而又猜测 那是不是生理性别的二分 它是不是可能也是被建构起来的 它可能也具有一个历史 它是历史性的 它也是受到这种思维定式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里巴特勒 他对波弗娃的观点 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解释 嗯 尽管他对波弗娃的一个重新解释 并不是说是要挖掘出波弗娃 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波弗娃粗虑的来讲 它也是一种性别 社会建构论者的一个观点 没错 而是说他从波弗娃的观点中 读到了一种激进的可能性 嗯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 就女人不是深究的 而是后天逐渐形成 嗯嗯 那么波弗 那么巴特勒是怎么产生这句话的 他说 这个后天形成的女人 他可能原来是个男性 嗯 对 就男性的身体也可以抑制女性的身份 嗯哼 所以说他使得性别更具有了一种流动性 哦 然后还有一个观点就是 身体是一种情境 嗯哼 我们不仅会想 身体它难道不是物质的吗 它不是自然的吗 它为什么会 和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 或者文化情境相连接起来呢 巴特勁的意思不是说 不是要否认身体的物质性 嗯哼 而是说身体 它总是被文化所建构的 就是它的可理解性 嗯 是被文化所归映的 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 身体具有不同的可理解性 嗯 没错 就就这一块呢 我们能够想到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 呃 好像还是 就我们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 还是 那个康德主义式的认识论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客体的认知 都是通过这个主主体 对吧 对对 然后呢 那比如说主体呢 它是被文化所决定的 因此呢 我们去 不管是认识物质性的身体 还是 这种文化的性别的二元 它其实 总是已经是存在于我们的这个 认识的文化当中 对对 而且而且考察这个身体 物质性的可理解性 的一个历史 历史性的流变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它在不同文化场景中 它是获得了不同的可理解性 对 你可以这个例子 因此关键不在于说 身体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 可是看它是 它的文化 它的物质性的可理解性 是如何变化的 嗯 这个变化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对 对 就是说对于身体是一个情境 你可以举个例子吧 就我可能就不是举的是什么 对对不同文化做一个比较 就我可能 我觉得例子可能不是说 对不同文化中 某个身体部位的不同理解 就是做一个比较 比如说我 就广泛来讲 比如说一系列文化中 嗯 我们会划分那个性器官和非性器官 对 但是很多人他会认为 性器官不就是你的生殖器官吗 嗯 可是 这种划分 它是受到了 一系列文化秩序的一个影响 因为一系列文化秩序 它是服务于人的再生产 服务于生殖 性是服务于生殖 这个目的的 嗯 实际上性器官 只要能够激起你性欲的器官 它都是性器官 比如说像你的脚 然后像胸部 这些都是性器官 嗯 对 是一系列文化秩序 就规制了 这个性器官的定义 它让性器官仅仅等同于生殖器官 嗯 又到了 接着巴特勒他又考察了 就是 他通过从事波浮啊 指出生理性别 他不是 不仅仅是自然的之后 他又借助 伊尼格瑞的理论 就说明了性别 生理性别 它是 它不是实在的 substantial 嗯 就伊尼格瑞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 伊尼格瑞他认为 普遍的人 男人是一种普遍的人 女人是一种特殊的人 就像我们 我们其实我们使用性别的时候 嗯嗯 我们更多的是和女性相联系在一起 没错 女性他才是那个性别化的人 对 但是普遍的人 男人就是普遍的人 嗯 我们说人的时候 一般会默认那个人是男人 对 对 其实像在英语当中 或者是中文当中 我们都能发现这么一种状况 就 比如说 Polizeman 对吧 就是你说警察就是Polizeman 对 但是如果你要说一个女警察 一个Polizeman 对吧 嗯 对这个里面 其实他 有一些更深刻的这个理论背景 就比如说 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女性呢 是一个被标记的主题 markness 就是说 一个是mark和unmark 那那像男性的普遍就是不为标记的 就是不 这种不为标记的呢 就被看作是一个基本的default 啊 一个一个预设的一个东西 那相反呢 这个女性呢 这个 这个markness 就是mark的这个主体呢 更多像一个派生的 对 对吧 嗯 嗯 同时呢 还有就是像伊利格尔也谈到这个 呃 女人的不在场 那实际上呢 这个东西就 就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后结构的这个角度来看 呃 一个就是在场和不在场的在场 那像 像大家都都读这个文学理论嘛 都知道就是一上来 你如果去读德雷达 你就知道德雷达有个什么 罗格斯中心主义啊 然后批判这个在场前而上学 那 这个这个玩意儿 其实你不是特别好理解的啊 就是如果我们刚开始接触 但你如果放到这么一个具体的语境 你可以看到啊 谁谁是在场 谁是不在场 那男性就是在场 女性就不在场 那 在整个的不管是哲学史啊 或者文学史这种数学当中 呃 女性基本上就被当作是一个不在场的存在 啊 然后 男性呢 就是一个大的主题 对 就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呃 德雷达的这个在场上的批判 其实就相当容易许多 嗯 对 对 就 英里格雷认为 那个女人她在男性一直重新体系中 她是不在场的 但是她同时又是被标记的 所以说这一关 你就显得有点悲论性 因此 她就认为 性别她是一种虚构 她是男权中心话语 自我膨胀出来 产生的一种幻想 就但是她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 男性她需要一个他者 这个 而且她需要与这个他者保持一种 就是一种 主宰与臣服的关系 就她需要一个赐予他 屈服于他的他者 来塑造自己 在就是 在巴特勒 巴特勒实际上 在志尼在考察中 他还没有进入具体的 关于自己的一个论证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锄头 就是巴特勒认为 身体性别它 不是天然的自然化的 或者说实在化的 它是被自然化 被实在化的 那么 身体性别它是如何被自然化 被实在化的呢 志尼就有一套具体的机制 它将这个机制归制 于是异性恋文化的一个话语管控 异性恋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异性文化 它对性别的一个界定 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是生理性别 就是跟身体相关的生理性别 第二个是设定了一种社会性别 然后会有一些相应的要求你服从的 男性或者女性气质 之内的东西 再一个就是性欲倾向 也就是你欲望的对象 这里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异性恋男 异性恋男 由于他的生理性别 比如说他有阴景 就把它界定为是男的 嗯 对 因此就 必要的要求他 社会性别也为男 也就是说 比如说会要求他具备一些相应的 男性气质 嗯 从而 要求他的性欲倾向应该是女 没错了 所以他就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强迫性的逻辑 面条 嗯 就比如说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很多人 你和他讲那种女性主义的东西 他不想听 他会觉得女性待在家庭领域是你所当然的事情 嗯 就是这种强制性是很难被发掘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一系列的文化秩序 他们将生理性别 嗯 自然联系在一起 作为了他们的一个逻辑起点 因而就掩盖了这种强迫性 嗯 嗯 对就是 呃如果我们把这个生理性别啊 就是 自然化之后啊 作为一个逻辑起点 就是似乎 给他赋予了一种稳定性 和这个合法性 对啊 嗯 那那因为 呃 你你你一出生 要么是男 要么是女 对吧 根据你的 不管是你的DNA 是X还是Y 或者是你的这个 是性器官 嗯 你会认为这是一个 unquestionable的一个 一个事情 对吧 那因此呢 根据这么一个 嗯 前提 你可以推导出 社会性别是怎样的 同时欲望对象是怎样的 嗯 那那那但是我们刚才已经发现 其实在整个这个社会建构论当中 他其实已经打破了这个 呃 生理性别 intel这个 社会性别的这么一个结构 对吧 就是 你即便是生理男 你也可以选择社会性别 嗯 女 对吧 是是这个他就不 没有一个这个intelment 这么一个过程 对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呃或者巴特勒也发现了 就是说 即便如此 但是我们依然有逃脱这么一个性别二元的框架 对 是是是 恰恰呢我们把这个性别二元的框架 隐藏在了这个生理性别的背后 是是 那那因此呢巴特勒其实更多的还是想去解决 这个性别二元的这个框架 在这个生理性别背后的一个不完备性 对 对 就我们再回归一下就 一性恋他这个体系 他实际上是将男女两性的一个性别差异 就是作为了一个自然的基础 那么巴特勒就质疑了这个基础 而且他发现这种基础 他实际上是和西方传统型儿上学的起源叙事 是密切相关的 巴特勒他会认为实际上不存在什么性别的源头 因为人出生他总就总是已经是社会性别化的 不存在所谓的前性别的主体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出生了一个婴儿 然后人们发现他没有婴机 然后就说这是一个女孩 因此就把这个婴儿循环成了一个女孩 对 就在之后就会要求他去服从相应的女性的气质的一些规范 因此婴儿他一出生他总就是 性别化了 嗯 但是我们的关键是要探明这种非自明的 非本质性的性别是如何形成的 指出将其自然化的机制 对其进行一个去自然化 或者说去生分化 嗯哼 我们都看到巴特勒在这边 而使用的这个理论工具 其实是非常解构的 对 他其实就是要去解构这么一个 呃被看作是自然的一个性别二元的一个前提 对 就你实际上就是 他运用了辅科系普学的方法 运用到了性别领域中 最后他认为 就是身体性别这个基础 这个一系列文化秩序所清定的这个基础 嗯哼 他实际上 他不是原因 对 而他是文化的一个结果 一个效应 就是我们要提防 像性别起源之类的叙事 因为他实际上他成了一系列文化秩序 就是这个闭环 这个回路所自证起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你假定一个起点之后 起点其实往往预设了终点 然后从起点到终点 实际上中间有一个目的乐视的过程 没错 因此他就形成一个自诈的体系 他将自己的一个结果 导致为自己的一个原因 嗯哼 他自因自果 因此就得以自诈 就形成一个淘淘逻辑 嗯对 嗯 在在这块呢 就巴达达的整个结果策略了 我也想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的类比 就如果我们类比到这么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性别身份的问题 嗯 嗯但同时呢 呃你的这个 呃国族身份认同 和这个文化的认同 其实也可以放到这么一个框架下来拍 那如果我们看到刚才是 呃 是使用的是一个 呃生理性别 和社会性别和心理倾向 这么一个链条 他们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强迫性 和一致性的话 我们同时也可以说 你的这个预言 你的国家 和你的文化 嗯 也被 嗯 去建立了一个这样 稳定的强迫的链条 对 哦 似乎我说中文 我出生在 我的这个公民身份是中国人 那我的文化认同一定也要是中国的 对吧 对 这个阿根本 他在 他的有一本小书政治学笔记中 也考察 就是考察 欧洲 欧洲 欧陆国家的那些 欧陆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时候 也讲出了这个三文一体的原则 嗯 对 就是如果我们要去解构这样一个链条的话 实际上 跟巴特勒去解构这个性别二人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就是说恰恰是民族国家 他创 创造了一个这个民族起源的神话 依托于这个宁然之上 嗯 对吧 后面的东西才建立起来 嗯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第二章中 巴特勒与尼维斯特劳斯 近日分析理论等进行了一个对话 就他这里主要考察的一个问题是 性别和性语 他是如何被建构为彼此具有一致性的 首先我们 我们都了解的就是尼维斯特劳斯 就是那个著名的法国人类学 人类学家 他是在语言学家索续尔的技术上 进一步发展的结构主义思想 就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交换女人的一个 就他其实有一个交换女人的那个 那么交换女人是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原来那个不足内部之间 嗯 因为在原始社会嘛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乱伦的现象 就是同族同婚 对如果我们从人口优胜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是很不利于 不足的一个长远发展的 因此 为了 为了禁止这种乱人现象的发生 所以女人他应该被交换出去 嗯哼而且这种交换女人现象 他不仅有利于缓解 不足内部的一个乱人危机 他还有利于不足之间达成一种和平的关系 因为我们叫通婚 它是一种讲和的手段 对对 那么因此交换女人就成了一组通婚的一个前提 嗯哼 女人当当女人被交换到 从一个不足交换到另一个不足之后 他实际上他的地位会变得很低下 嗯哼 比如说比如说有什么反 有比如说会有什么体现的 就是他会随 复兴 就他的新意识会 嗯哼 就感觉他变成了一个丈夫的一个附属品 没错了 他变成了一个物件 对 这个现象在现在很多国家还依然存在 就包括在美国啊 可能日本我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美国也也换性 这个女性结婚之后 对 加拿大好像也是 嗯 而且真是通过交换女人 实际上两个不足原来两个陌生的不足 他们之间也获得了一定的联系 比如说这一几个例子就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和兄弟 嗯哼 通过这个女人就产生了一种年结 对对 因此男人他获得了文化关系中的身份 而女人只能随复性随复性 他实际上是遭到了一种不全的排斥 因为男性他才是复性的主体 女性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一个中介或者说复性的从属 但另一方面女人他也辩论的成为了复性文化得以延续的一个条件 因为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 所以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赛吉维克的理论 就是他区分了男性同性恋和男性同性社交 嗯哼 男性同性社交简直来说就是不同于男性同性恋的 它是没有性行为发生的 嗯哼 它是属于男性之间的一种情谊的联盟 对 就通过交换女性 实际上他成为男人间交易身份 确认地位相互之间确认地位的一种手段 嗯 由此巩固了夫妻氏族之间的一个联系 以及男人之间的一个社会性联结 不过不过这个理论还是挺有局限性的 因为尼维斯托老斯毕竟还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视角 嗯哼 就尼维斯托老斯将这种文化图景称之为 人类文化的一个普遍思维 用一个模式去解释所有文化 这是牛带商榷的 也正是这样 所以才出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 当然这样的hope指的不是实验上的hope 而是说对结构主义的一个反思和批判 好 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交换女人 她的一个前提实际上是 就是乱文禁忌 而乱文禁忌实际上在精神分析一分钟 也有提到 哎 那我想想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乱文禁忌 它只是谈的就是说那个 呃就是应该是家族内部或者是 亲戚之间不能去进行这个性行为 是吧 应该是禁止发生性行为 禁止同族 对对禁止同族人 对但是嘛 呃他却导出了一个结论 是交换女性 为什么不是交换男性呢 就是对吧 对 对他他应该也可以去导出一个交换男性的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父权制的结构之下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 这个文化 是 啊 而且通过交换女性 实际上就形成了 尼尔斯老师所说的那个 亲属关系 嗯 所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亲属关系呢 他也是 所父权制 思维是相关的 嗯 那么首先我们有必要讲一下 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对男女性别的一个界定 是你主要讲的是拉康 罗伊德呢 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呢 因为拉康 可能大家也有所耳闻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是早期的拉康 而不是晚期注重霍普学和实在界的拉康 早期拉康的思想呢 我们大概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 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 也就是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学的基础上用结构主义语言学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的尼尔斯老斯 还有索旭尔雅各布森等人的基础上 对其加以了一个感造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拉康提出了一个原创性的概念 就菲勒斯 而且这个菲勒斯也是 这个概念也是为女性主义学者所 十分痛恨的一个概念 没错 但实际上菲勒斯这个概念 它是在佛洛伊德英精羊具 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我们应该都很熟知佛洛伊德讲过的 英精嫉妒这样的一个逆词 就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在上厕所的时候偶然瞥见了和她同龄的小男孩 但是她发现小男孩当不有一个突起的东西 而她没有 而且那个小男孩还是站着上厕所 嗯嗯 所以小女孩她十分困惑 她百思不得其切 她推测自己 是不是也有这个东西 嗯嗯 但是她将其归因于她的这个东西被割掉了 而且嫉妒这个小男孩有 而她自身没有 那么相比于英精或者说羊具这个概念 菲勒斯它实际上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物质实体 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象征意义上的东西 不过我们不能将菲勒斯仅仅理解为对羊具的一个表征 因为在纳康那里就是菲勒斯后期它还有更多重的含义 嗯嗯 比如说和象征界象征秩序 元乐就是joy sense以及快感的获得等有关 也正是因为对菲勒斯这一概念的简单理解 所以才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将纳康视为羊具中性主义者 不过在这里为了方便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暂时将菲勒斯视作与羊具相关的一个指称 嗯 因为实际上就如果就那个指称身体部位来讲 嗯 菲勒斯它确实指的是羊具 嗯 好那么我们就知道 菲勒斯是早期拉康界定性别的一个关键概念 那么如果讲到男性的话我们知道男性因为他有羊具 所以他是永远羊具的但是拉康另外又补充一点 就男性他虽然拥有羊具但是他不能成为羊具 我们可能听到这话比较困惑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看就拉康怎么界定女性 拉康认为女性没有羊具嗯嗯 这是肯定的但是女性必须得去成为羊具嗯 嗯我们也许会觉得困惑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成为一根鸡吧 我做一个女人嗯 而且我做一个女人我怎么才能够去成为一根鸡吧 成为一个我没有的东西嗯 拉康之你说你可以假装你是一根鸡吧 你可以假装你是个羊具嗯 你要去进行一个伪装通过伪装你才能够成为菲勒斯 而且你才能够去成为女性或者说认同一种女性的身份 而这一个伪装过程它也是一个忧郁的过程 这里可能有一点难理解就是它为什么是一个忧郁的过程呢 因为它是始于一种受挫的经验 这种受挫就是说什么就是女性是缺乏羊具的 嗯嗯 为了成为羊具你就必须否认这一失去 这里也就类似于弗洛伊德他之前讲过的忧郁的概念 就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这个文章中提到的忧郁 就是它区分了人面对失去 逆爱课题时人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是承认失去 也就是哀悼 嗯嗯 就是接受现实它会逆寻心欢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否认了失去 也就是忧郁 忧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它不仅会否认失去 它反而会以失去自居 嗯 转向一种对逝者的一个认同 对 这种认同通过将 将逝者合并在自己的身体表面 达到了一种塑造自我的一个目的 嗯 没错 就是这块可以再稍微多谈一下 对 就因为因为这种失去我们知道 就女性它失去洋具 嗯 它实际上它不是像我们说的 失去了一种已有之物 对 这个洋具实际上是它本来就没有了 没错 所以它是失去了一种从来没有有过的东西 嗯 因此这种失去之物 这种失去 它是一种失去之失去 对 而拉康又说这种失去之失去 它会引发女性的一种焦虑 而女性为了避免这种焦虑 因此就要对这一个失去进行否定 而否定则意味着已失去自居 这个俗话说 就是你还是 比如说你谈念 你失念了之后 你还是会过不去那道坎 你忘不了那个人 那个人他还知道你的心里 因此你迟迟不完成爱道 就是因为你放不下那个人 嗯哼 那个人 你为了让那个人 还知道你的心里 所以说你会进行一种合并 你会以认同那种 认同那个 认同你初恋的方式 来将它保存在你的心 嗯对对 就是弗洛伊德这个忧郁爱道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这么一个理论的工具吧 就是像在当代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因为身份政治里面 谈这个很多嘛 就是身份认同嘛 所以因此呢也经常会借用这个 忧郁爱道这么一个结构 就是说这个忧郁呢 忧郁的认同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 失去否认认同这么一个过程 嗯同时呢 还有像在文化记忆当中呢 也经常会用这么一个理论 那如果我比如说啊 像王德威的这个后移民写作 他里面也谈到了 也是借用这么一个逻辑 和理论来来谈这么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像比如说在台湾 或者说很多这个海外的这么一个 和华人嗯 他们也有这么一个忧郁的认同 他们会去认同自己是中国 认同这个大好和山 就是中国文化这样认同 这是为什么呢 就因为有一个失去 比如说啊像这个 他谈这个国民党的这些 后裔对吧 或者说从民国出去的这些人 那他们呢 这个失去是真的失去了 对不对 对于这个祖国大好和山的一个失去 那失去之后呢 那他否认对吧 他觉得我没有失去 我要反攻大陆 对吧 那最后呢 他们就会更加认同这个中国 啊 这个这个这个非常典型啊 啊 甚至呢 就是这种 如果我们来把这个东西 放在这个海外的这个 呃 有些人会说越出国越爱国 啊 其实是不是也用这么一个 逻辑来去思考呢 就是说啊 失去否认加认同 对 像后移民写作 他谈的这种后移民是什么呢 就是说 甚至有些人他出生于 比如说啊 像在这个马来西亚 啊 或者是新加坡 就他本身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关系就 尽管他是法裔了 但是他可能是很 很很多代之后的这个法裔 嗯 所以他本身他可能并不是出生在中国 但是他却对中国有很大的认同 这个认同不一定是现在一个中国 可能还是清朝 对吧 还有可能是清朝 那比如说我们到唐人街 或者很多海外的这个这个这个 都会看到 他的这种 呃 关于中国的这种视觉象征 似乎还是很传统的那个东西 对吧 那就是这种后移民呢 甚至是说本来将以一一种是将失去的东西走认进行认同 甚至就跟这个一样 有些东西呢是没有失去的东西也进行认同 因为本身那个东西 因为本身那个东西跟他没有关系嘛 对吧 他也要对此进行认同 呃 对 但我们回到拉康这里 因此 拉康对女性的界定 他就是 首先他假定 女性他是失去菲勒斯的 然后女性又对这个失去进行了否认 所以说 女性就会以他失去的菲勒斯进行自居 嗯 就会去成 想要去成为菲勒斯 对 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有点荒唐 嗯 但是我们不急 我们看巴特勒是怎么反驳 拉康的 巴特勒对拉康的反驳 实际上是接受了 拉康的这一理论预设 这个理论前提 嗯 然后再去看 拉康是怎么去的分析了 那么 拉康出差子的地方在什么 就是拉康不仅用这个忧郁的过程 来解释女性身份的一个形成 他还用它来解释女童信念 嗯 这个形成 也是在这里 巴特勒就反驳了拉康 嗯 那么拉康他是怎么看待 就是女童信念这种信誉的呢 就是怎么看待就是发展出一种 女童信念信誉的呢 就是他 他认为 一个女人变成一个 变成女童信念 他实际上是 有 也是始于一种受挫的经验 就是他遭到了男性的拒绝 而他遭到男性的拒绝之后 他又 否认了这一拒绝 或者说是否认了这一失去 因此他以男性的 方式自去 他以男人的方式去 爱女性 嗯哼 所以说就形成一种旅途 对那你说巴特勒在这里面 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巴特勒他实际上就 就发现拉康潜在的 异性念 就发现了 拉康他实际上潜在的有一种 异性的男权中心主义的视野 他发问到就是 为什么原初情欲非得是 异性念的而不是同性念的呢 就巴特勒他实际上发现 拉康他实际上还是一种 比较传统的男权思维 那么这种男权思维是什么呢 就是他认为 女性 他本身不存在情欲 嗯哼 因为女性比如说他自我爱的过程中 他是被插入的一方 对 他是被动的一方 因此女性的情欲 就算有 他也是以 沦为男性欲望客体的方式 或者说 以满足男性情欲的方式 为情欲的 因此像拉康这种人 他就很难去设想出什么 女性他能够发现出一种 主动的情欲 而且这种情欲 还不是 以满足男人的情欲为目的的 嗯 还是导向女性的 对对对 这个欲望结构 就跟我们 之前在福克恩里面谈到 这种生产性的升值 事实一样的 对吧 对对 因此我们会发现 就是回到拉康对 对那个 对女童性的假设 就是拉康他假设 那个女童性是 因为遭到男性的拒绝之后 嗯 才去转向 女人的 对 而 巴特勒就在这里质疑到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假设的这种 原初的情欲 非得是一种异性念的 嗯 而不是一种同性念的呢 女性本身不存在情欲 就抱有这种思维定性的人 他们认为女性 所以说实际上女童性念 它的一个出现 嗯 对于那些男权中心主义的人来说 是不可理解的 就因为他们很难用这种 嗯 男女阿芬的是要去理解女童性念 女童性念 相对于男性或者说女性 嗯 它实际上是一种 比较特异的存在 就是如果我们预设女性 她的性欲是被动的 她需要等待着男性去开发 对 那因此呢 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主动的性欲主体 就不可能再对女性产生欲望 是吧 那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 对 那么 巴特勒是怎么理念 拉康德呢 就巴特勒就说 因为 因为 因为女童性念在你们的 这个思维体系下中 是不可理解的 嗯 所以说你们 所以说你们在 观察女童性念出现的时候 你们 你们产生了一种失望的情绪 嗯 而你们又对这一个失望 情绪进行了一种否认 你们对她进行否认之后 你们将这种失望 投射到女童性念身上本身 嗯 你们将自己 这种 男性观察者 这种身上本身的一种特质 这种真猴 投射到了女童性念本身 因此这种忧郁的东西 实际上是你们自己身上的 嗯 嗯 没错 那那之后巴特勒进行了一个细访 对 我们刚刚因为已经讨论过 和忧郁之所以成为同性恋取向的特质 它实际上是男性中心主义者们 自身症候的一个投射的结果 那我们是否能否进一步做进一步的设想 就巴特做一个进一步的设想 我们能否将忧郁归结为是一种 一性恋取向的特质 嗯 首先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 就是精神分析理论 它是怎么去看待一性恋取向的一个形成过程的 就是他们认为 性别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应着俄迪普斯阶段的 而我们知道俄迪普斯阶段 它是和一种念母情节有关 能够顺利度过俄迪普斯阶段 就能够成为性别化主体 因而就能够进入那个象征界 成为一性恋主体 为了使儿童顺利度过这一时期 进行进入象征秩序 母亲就是他假定母亲是作为孩子的一个 原初的欲望对象 无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最初的欲望对象都是母亲 但是你为了使儿童能够顺利度过这一时期 进入象征秩序 因此母亲作为最初的欲望对象 是应该被禁止的 这便是精神分析中的乱伦禁忌 这种禁止叙事由此就造成一种失去 但是男女还面对这一个 失去的态度是不同的 男孩他是通过转向认同父亲 从而将情欲投向到了其他异性客体的身上 但是女孩应对的方式则更为复杂 这在精神分析中也是一个悬而未决 比较有种真异性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知道精神分析 他解释异性恋取向的一个前提就是 就讲了这个俄利普斯基达 讲了这个禁止叙事 浪人经济的禁止叙事 然后他讲同性恋取向的时候 说他是一个优异的过程 但是巴特勒就不赞同这个说法 因为他刚刚也经过巴特勒 刚刚对拉康的一个分析 他就发现这种优异的特质 实际上可能是异性恋取向身上 所以说他就用拉康的逻辑 去解释异性恋取向的特质形成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不是说 因为拉康他解释同性恋取向特质形成的时候 他将那个 他假定了同性恋取向 他是有一种失去 那么巴特勒他将这个失去 置换为一种同性原初课题的失去 也就是说这里有了一种失去 你一起念着 你最开始你失去了一种同性原初课题 继而你又否认这一原初课题 原初的同性课题 因此你就以原初失去的那个同性课题自居 你将其吸纳合并 并以认同它的方式 来塑造自我 从而达到了一种异性恋者的性别认同 巴特勒紧接着又说一句话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过程中观察的 比如说异性恋男 那些所谓的男性气质比较充沛的人 对 他们这种性别认同表现是不是非常强烈 没错 实际上他们表现的愈强烈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他们原初失去 是愈深藏不漏的 嗯 就他们 因为他们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种 原初失去 嗯 他们一直没有完成一种哀悼 那个原初的那个同性课题 一直在他们身上 嗯 被合并在了他们身体表面 没错 因此他们的这种同性 性别认同是非常强烈的 哦 所以说巴特勒就发现 就实际上 要按照拉康那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只要将逻辑起点 稍稍置换一样 稍稍置换一下 你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嗯 所以巴特勒他实际上 他他也并不是说要比较 就异性恋和同性恋性学样的形成 每一种形成过程是更为忧郁的 而是说 其实 按照拉康的这套来说的话 同性恋或者说异性恋 他都可以看成是 忧郁的一个产物 但是之所以将同性恋和忧郁联系到一起 是因为人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异性恋的文化秩序 对 无论是否具有一种双性情欲 人们最终都倾向于接受 是与一种原初的异性恋情欲 嗯 对 就是其实我们从拉康这个结构里面去反推 就是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是在于 他其实很难去解释这个女性的一个认同的问题 对吧 对 对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前提制换成一个同性的禁制 禁忌 同性认同的禁忌 他似乎就 他的这个解释更加合理一些 认同就变得很很清晰 对 对这是巴特勒的一个批判 因此巴特勒是很反对这种 所谓的什么性倾向的话语建构的 那么这种话性倾向的话语 它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呢 首先它将一种不确定的心语表达为了倾向 就是我们知道心语它原初 它是模糊的 嗯 它是没有去导向某一种 固体 就是固定的目标的 但是它将这种性欲表达为了一种倾向 而且它还将符合自身利益的倾向 确定为自然的倾向 并基于此确定了一种普世的文化原则 也就是 也就是乱人禁忌的一种禁制叙事 接着它又将 这种将自身确定为 统设一切因果叙事的一种自洽体系 因此我们就发现这种性倾向的话语建构 它实际上是假定了 一种原初或者说一种前文化的倾向 它的性倾向实际上是塑造为原初的 比如说它假定了一种原初的异性情欲 就认为人都应该导向那种 对 就是那个异性可视 然后它又制造了一种禁制叙事 就像斯特老斯所说的乱人禁忌 还有亲人分析理论种出现的相关东西 那么知道这种禁制叙事是为了使这种 所谓的前文化的倾向符合于文化 符合于异性恋文化的一个需求 因此我们又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巴德勒 所使用的一种西普学方法 巴德勒就是为了去拆解异性恋文化的一个自念的循环 拆解它所号称的一种无处不在的禁制权力 就这里其实引申一点来讲 就讲到了巴德勒对文化与自然这个阿芬的一个批判 就文化它实际上自然它不是说是一个无批判的前提 它是文化所制造出来的 不同的文化是我们对自然有不同的理解 而之所以制造出一个外在于文化的一个外部 以及制造出一种这样的阿芬关系 它是为了将自然确立为文化自身一种无批判的一个稳定的起源 或者说是一种所谓的起源神话 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于什么外在于文化的或者说权力的起源 起源它只是权力于话语制造出来的一个结果 它将自身产生出来的效应导致为原因 并将自身塑造为一种普遍性的法则 在这个过程中它同时也隐匿了自身建构起来的一个过程 没错你像这个点吧 就是自然和文化或者自然和社会这么一个点 其实我们现在都能看到我们都会认为自然科学一定是最真的最正确的 最可靠的 但实际上你通过像比如说 STS或者是那个SSK 科学基础史的这么一个角度 它其实也是尝试去寻找科学背后的社会建构性 就是很多的这个科学的理论呢 因为科学本身它就是话语 科学你也是人类通过这个观察去看到的这个东西 对吧 那当然通过这么一个角度 也能够去把科学的这种可靠性真实性去结构掉 对 那么其实就在下一条内容巴特勒他首先考察了 诸位女性主义学者 他们对这种禁制叙事 所提出的一种反抗和颠覆策略 但是巴特勒是不赞同他们的提出的那种反抗方式 巴特勒他反而从禁制叙事中 就挖掘出了它不仅仅是压抑性 它也是生产性 正因为它是生产性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内在与权力的这个角度 去对他进行一种抵抗 嗯我们没必要从就权力外部去挖掘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去进行抵抗 而且巴特勒他是就是承袭了那个复刻的 对对这块我们看到巴特勒的这个策略是非常复刻的 对对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巴特勒是怎么来去论述和建构他的这个性别操演的这个理论 首先我们有必要先说一下就是他这个性别操演理论的一个理论基础 也就是奥斯丁的竖性性理论还有德里达的引用性理论 就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德里达的引用性理论 实际上是对奥斯丁竖性性理论的一个反思和喧哗 进而给予了巴特勒以莫大的启发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奥斯丁的竖性性理论 就是奥斯丁在一本书就是如何语言形式这本书中 区分了两种言语表达 一种是陈述性的语言表达 还有一种是竖性性的言语表达 那么陈述性的语言表达是什么 描述性的语言表达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对事实状态的一个描述 因此它这种描述是有对错的 比如说今天天气真好啊 这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描述性的言语 而竖性性的言语是什么呢 竖性性的讲话本身它就是在执行一个动作 这个话它是具有一种行动的效应 比如说教父宣布两个人结为夫妻 我宣布你们两个结为夫妻 他讲完这个话之后 两个人就真的成为了夫妻 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区分得开描述性的言语行为 和书写性的言语行为吗 在巴特勒看来想在这娘子之中 做出一种明确的区分是不可能的 其实就连奥斯丁他本人也承认 所有的言语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行为 因为我们总是在通过说某事 而在做某事 比如说还是刚刚觉得这个例子 今天天气好冷啊 比如说你可能坐在窗边 你对着那个坐在窗边的同学说 今天天气好冷啊 你说这个话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这个天气状态 而是说你想让他关窗户 因此这就是说所有的言语 他在某种意义上 他都是书写性的 描述性的行为 他也是书写性的 同样在一系列的话语时间中 宣布这是一个女孩 他就不是一种中性的描述行为 而是把婴儿循环为女孩的一种 数形性的陈述 从此这句话他就会迫使女孩 去引用于女性相关的性 或者说性别规范 以便在 召唤她的那个 一系列体系中成为一个合格的女性主体 接着德里达 就是用他那个比较标志性的解构策 也对奥斯丁的观点做出了批判性的解读 德里达的引用性概念是对奥斯丁陈述性概念 数形性概念进行的一个批判性回应 首先我们都知道就是创世记中上帝说 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似乎好像 似乎好像就上帝说什么 什么就有了 因此这个要有光的这个话语 它是数形性的 对吧 但是这一种命名事物并使其存在的权力 它的来源是什么 它的来源难道是起源于某种起源意识的功能吗 还是说这种权力它实际上是衍生的 德里达认为这种权力是衍生的 那么简单讲一下就是他认为 这种权力实际上是来源于对 规范以及权威的一个引用 就是他认为 就是你这个数形性化语之所以能够生效 是因为你引用了之前的 之前就存在的某种规范或者说权威 因此他提出了引用性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刚刚说过引用性它是对书行性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是怎么结构的呢 就是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就还是那个牧师结婚的例子 但是这里他将那个情境换到了 就是一个牧师他在深夜临睡前 对着他的两个玩具熊弟声说 我宣布你们两个结为夫妻 这明显在奥斯丁看来的话就是一个不恰当的 嗯 出显性化语 对 因为奥斯丁他其实严格的就是界定了一个正确的 出显性化语应该是怎样的 他应该有三个前提 首先第一个是有资格的人在适当的语境中说出来 第二个前提就是遵守一定规范 第三个前提就是要符合说话者的一个意图 然后我们再来看德里达举举出来这个例子 一个牧师他在深夜临睡前宣布他的两个玩具熊结为夫妻 尽管这个牧师他是有资格的人 但是他没有在适当的语境中说出 对 而且现在的法律他也没有规定说 两个玩具结为夫妻这是合法的 是 再一个可能他只是在搞着玩 所以他不一定符合他本来的一个说话的意图 因此就德里达举的这个例子 在奥斯丁看来他肯定会是一个不恰当的书型语 但是在德里达看来奥斯丁他没有认识到 就是陈述他往往会被移植到 就不同于之前的一个语境当中去 并以一种不同于原初说话者意图的方式加以应用 所以说奥斯丁他才会去竭力做出这个区分 嗯 而德里达在这个不恰当的书型语的其实上 就提出了一种引用性嫁接的这个概念 就他将这种不恰当的书型语 实际上就激进化了 他将他视作的所有语言符号 都会有的一个特征 就是因为你这个语言符号 你是不可避免的会被移植 会被他人引用到不同的情境当中去 这个肯定可能会违背你原来创造这个概念的 你的这个意图 没错 因此德里达就认为不恰当是 实际上是所有语言符号的一个特征 因为你这个语言符号 它都是可重复性的 它都是可以被引用的 对 所以你是很难去去封锁它的一个 或者说去限制它的应用 限制别人对它的一个应用 是 所有的语言符号 它都可以被置于一个引号之中 从而被引用 继而被重述 所以说 失败的 竖行语 它实际上是符号 内在必然的一种属性 嗯 是语言符号的一种构成性的特征 对对 因此从竖行性理论到 德里达的引用性理论 巴特勒就将其应用到性别的一种 提出了他的性别操演理论 就巴特勒他也是想用一种 他正是利用了引用的一个特点就是 引用总是不恰当的 嗯 从而去瓦解异性念的性别规范 对 好那我们具体来看就是 首先他认为性别身份的建立 它是一个不断操演的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 在巴特勒看来 就是你这个性别身份都只是暂时的 永久的只是 而只有性别行动 性别操演的行动才是永久的 嗯 真理实际上他 借用了 就是尼采的观点 尼采不是有句话 就是只有行动 而没有行动者 嗯 同样巴特勒认为 没有 没有那个本质的身份 或者说身份 性别身份只是暂时的 有的只是 永久的性别操演的行动 嗯 它是一个不断的操演的过程 对 因此 性别身份的建立 它总是对一个性别规范的引用 失败 再引用的 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主体 它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稳固的性别身份 而也正是在这种 对原有性别规范的引用中 不断引用中 原有的性别规范 它也会变得失效 因为它是以一种不同于 它原来所适用的情境的方式 被引用的 嗯 因此它在不断的引用中 它也会失效 由此我们就可以 就发现巴特勒 就与福科 对福科抵抗侧应的 都有种坚持 就是他认为 只能进行一种 全力化语的内部抵抗 就巴特勒认为 你要去瓦解这个一千年的 文化秩序 你也首先 你要必须承认 异性恋的性别规范 嗯哼 这是一个前提 对 对 你不要 你不能去说什么构建出一种 什么不同于它们的 或者说你的那种构建 是乌托邦式的 而且或者说也是很没有效力的 虽然说 我们承认原有的这种异性的文化 性别文化规范 但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不断的引用 而这种引用 恰恰因为它是不恰当的 所以说它会使原来的性别规范 嗯 得到一个消解 对 因为它被应用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形之中 嗯哼 它会失去它的一个效力 对 所以巴特勒就是想通过德里达 对于这个 呃奥斯汀的这么一个嗯 出行性理论的一个批判 也发现就是 其实是我们在这个性别的这个框架当中 它也必然会 预设这种失败 对 在性别引用的过程当中 对 对 所以我们恰恰是要去 把它的这个失败放大 我们就更多的去错误的引用它 对 这种错误的引用也就成为了 库尔政治的一个基本的颠覆性策略 首先我们可以来说一下就 库尔这个词 嗯哼 是 queer嘛 嗯哼 然后它实际上本来是一个 对他们进行一个 对这个群体进行一个污名化的一个词 但是 但是库尔们 库尔们他们 坚持以西方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词 就是他们 他们并没有 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一个 污名化 他们坚持使用这个词 他们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去使用这个词 从而使这个词散发出了更多元的 以至于一些比较正向的 褒语的 嗯 含义 嗯 嗯 嗯 那么不单单是就是这个 库尔这个词本身 那么 那么库尔他们会进行一些什么样的颠覆性的 裙子 他穿了一 就是他穿了一段时间后 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尽力 尽力 卡着 嗯 就这种异装行为 就是他也 他就是对异性恋秩序下性别规范的一种细放 对 那 那那如果说就是从这个他的这个 呃 这个 这个性别操演的这个角度 那 那如何去容纳就是 非二元的这样一个性别 就是LGBTQ 这其其他的这个这种性别 他是怎么去 容纳 不容纳 哎 我不懂什么意思 好 你再说一下 就比如说啊 就我们一直看到这个 他是要去 散驳挑战 或者解构这么一个性别二元的一个框架 对吧 那之后呢 就是说他通通过这个性别操演 是不是能够把 其他的性别也带出来 对 这是因为你对原有的那个性别规范 你进行了就是通过这种不恰的内容 对他进行了一个结构 嗯 因此就是 更多的群体他会被包容进来 对 因为你这个规范的这个边界 会越来越向外扩张 嗯 或者说他会被消解 对 懂了 嗯对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我们就回到最后 我们对这个书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书的一个题目 就性别麻烦 性别麻烦一书的这个书名 它实际上是点出了 性别是妇女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 它是持续困扰着妇女的一个问题 然而女性主义她对性别的思考 她有时候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麻烦 反而还复制了就是不全化语的那套东西 没错 比如说我们对那个性别是未见过论者的考察 就发现这一点 由此她不仅复制这套父亲话语 她还使得这一套父亲话语得以巩固 以至于对女性本身甚至是同性恋者 双性恋者或者说酷儿群体等 性少数群体带来了一种持续的心理困扰 另外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来反思女性主义 因为女性主义她是主张一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一种联合 所以她势必对其他群体 与其他群体之间产生一种区隔 就像我们当今虽然说比较进步的一点就是我们承认同性恋 她是我们将同性恋进行了一个去病例化 我们主张就是同性恋的爱她也是爱 love is love 但是但是世卫 但是当今世卫中她一味的仅仅支持同性恋 就是说她一味的仅仅供养同性恋 她从而就忽略了其他的性少数群体 她使得其他的性少数群体是不可见的 更被边缘化了 对更被边缘化了 所以说婴儿她们都是具有一定排斥性的 酷儿群体相对来说她的包容性更大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你确定一个群体的时候 你总是会考量你的一个边界 婴儿你也会出现一些 因为你还是会出现一些 还是会有一些局限性 你还是会有结构之外 你还是会有胜语 对 所以我们这种的目的是要消解性别 但是这需要持续不断的性别实践 也就是说对原有的性别规范 就是得一个不断的引用 从而通过对原有性别规范 持续不断的引用 来从内部颠覆性别规范 消除其边界 但这是否可能呢 实际上对巴特勒知道东西 就有很多批评 当然其中误读也有很多 比如说像鲁斯鲍姆 他说巴特勒是细访的教授 但是我看了巴特勒 就是他批评巴特勒那篇文章 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深入到 巴特勒的理论语境中去 而只是很表显的 为了批判而去批判 当然就严肃的批判也有很多 不过在严肃的批判中 误读也是相当 也是有相当一大部分的 但巴特勒就是说 就巴特勒在《信念马翻》这本书 出版十年之后 他重新做了一个序言 他在那本书的序言中说 这本书的生命已经超出了我的意图 这当然部分是因为 对他的接受的语境 所不断改变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发现巴特勒 他面对这些 与他就是初衷所迥异的 误读的这个宽容态度 恰好印证了他的初衷 就是他想去打开一个 不断开放 拥有丰富可能性的领域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 理论态度的一个意义观之 他不仅接受 他不仅自己是去通过 引用原有的性别规范 从而去消解 一心念文化秩序 的这样一个过程 他也接受别人对他的一个 不恰当的应用 对 他不仅接受 他不仅去批评别人 他也接受他人的一个批评 对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像巴特勒的整个 理论策略呢 基本上符合我们整个 这个当代的这种 这个文学理论的一个 基本前提吧 就是作者一死 对吧 像巴特谈这个作者之死 于是这个读者的单身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想把这种性别二元结构 性别二元 看作是一种文化的作者 对吧 就是我们如何去把这个作者去杀死呢 就是 哈哈哈 你还有没有最后结尾 还是 没有了 ok 你可以说一下你的解读的一些局限 就是说 啊 我我就是我我刚刚解就是我 就是我们这期博客就是我准备的素材 主要是就是像 像国内有国内有学者对巴特做的一些研究 比如说像河内的那本 《欲望身份与生命》 当然这本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就是在 国内的中文研究中 然后还有像 达多巴特乐 达多巴特这本书 他虽然讲的很清晰 但是他觉性十分大 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幸免麻烦》 嗯哼 这本书本身 是 对这本书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主作 对啊 对我们那个也只是尝试的啊 尝试为大家来一个理清线索 对而且像我之前就是比如说对拉康 对《健身分析理论》的介绍 他也只是一个 一个大画质的工作 所以说还是不是很细致的 嗯哼 因为像拉康他后期 他对男女性别的界定 实际上他不是说 他确实他认为 人只能是男人或者说女人 但是这个男人和女人 他不是一种生理性别意义上的 而是说他是两个位置 你可以做出选择 而拉康认为女性 女性是并非全部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女性 都遭到了象征界的阉择 嗯 所以这个得回到信查公司去讲 哦 是 对啊 所以大家就是 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对 如果你们真的是 像阅读 就是所以说如果像大家想要去 就是想要在在听完这些播客之后 可能想去读性别麻烦这本书的话 实际上也是要做一些 前期的理论 理论铺遍铺遍的 比如说要对法国 那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 有一个基本了解 嗯嗯 对不法等人的观点有一个基本了解 对精神分析 理论要有一些 基础的掌握 对 好像福克尔都塞啊等等 对 是 因此巴特勒这本书 他涉及到的内容还是挺庞杂的 就我记得你现在也说过 就是巴特勒他是 嗯哼 就是他是他们之一辈中 对 就是比较杰出的一个 对比较杰出的一个 因为你想这本书大概可能是90年代出版的吧 是吧 就他 我我我对他的这个看法就是巴特勒 基本上就是处于那个呃 美国的那个法国理论热的那个浪场制裁 他应该就是80年代呃 在在读博士嘛 虽然说他是做欧洲哲学的 但是应该是在那个时期也受整个大的文化的影响 嗯 像那个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家 比如说像霍米巴巴斯皮瓦克 这些后知名理论家 也大概是90年代之后才出头的 但是像这个巴特勒至少 就是《心没麻烦》这本书就是影响是最深远的 呃 也算是呃 在美国那边的一个理论的一个 呃 比较激达痕者吧 因为嗯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美美国那边他去用这样的理论 实际上呢 也是要去回应他们当时的很多的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 呃 且呢他更多的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理论的呃 呃批评的理论的一个运用 而非是像法国那样传统的在做哲学 对 所以在这个方式 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他们更开放一些 对 会更开放 尽管肯定理解上有偏差了 但是呃 会会把这个东西更有生产力 对 对 或者说尽管他们是对法国里面进行一定的误读 但是这种误读 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嗯嗯 没错 对 对 像像同一时期 80年代去美国的也有些很多这个华人的批评家 啊 有一本书叫做这个呃 彼岸的现代性 可以跟大家去看一看啊 像像刘和呀 什么张旭东呀 这些人也是那个时候跑美国去学的 呃虽然说他们最后肯定能不是大理论家吧 但是至少在这个呃文学文学批评啊文化批评上面也是 有一些不错的呃研究 对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我们阅读那个法国女文 我们实际上可以从那些英美学者的事要去出发 嗯嗯 因为他们也写了很多比较优秀的这种导读著作 或者说研究著作 对对 对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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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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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